这一组语词 参加比赛 考试 婚礼活动 还有听音乐会 像这种 Attend跟Take Part In 同学也是容易混淆的 老师分得很清楚 分三大项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一,如果你是 参加活动 你有亲自在参与 你可以用Take Part In 或者是Participate In 也可以用Join In 第二个 你参加的是考试 这个就不能用Take Part In 我们用Take 或者是Sit For An Examination 参加考试 Monthly Exam 就是参加月考 第三个是 你只是当观众 你是旁观的 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Attend 实际参与的 要用Take Part In 当观众的 要用这个Attend 比如说 Attend a wedding 参加婚礼 Attend a concert 参加音乐会 Attend a game 参加比赛 这个参加比赛 只是在看而已 去看比赛 Attend a class class是什么 上课 你是去上课 主讲的是老师 所以你只是在那边听而已 因此上课就要用Attend a class 这个很容易混淆 大方向先介绍给同学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David is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an English speech contest David将要去参加一个英文演讲比赛 Speech contest 他参加 但是他不是听众 他是实际有在参与比赛 所以这个就是用 Participate in 第二个 I will attend Soul's 17th birthday party This Saturday night 我要参加 这个 17岁的生日宴会 那你是当观众 你是参与者 不是主导者 所以我们用Attend 看三题练习 第一题 青少年应该多多参加健康的户外活动 这个就是实际上要参与 所以这一题要用Take part in 这个参加一定要用Take part in 我们把答案给他完成 青少年 英文是teen agers should 家具参加 take part in 健康的就是healthy 户外活动就是outdoor activities 好 后半段有一个要接触的就是多多 这个多多就是尽可能的意思 尽可能去参加 可以参加就尽量参加 所以这种语法我们可以用很棒的一个片译词 us possibly us they can ok 就是尽可能的去参加的意思 这个写法很棒 一定要用possibly 要小心 因为这个副词是来修饰前面的参加 好 再看第二题 每年有许多大学毕业生参加公职考试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有可以不用翻 要翻也可以 我们先不用翻 我们看 every year 每一年 许多每年大学毕业生就是college graduates 好 动词就参加了 这个参加考试 我们又用take 或者是seat for take seat for 参加什么 后面是接考试 这里的公职考试 当然 你也可以写public 这个exam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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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 不过 这样子写 不太清楚 应该要这样子写比较好 就参加 the exam 好 公职的考试有很多种 所以我们可以加s 什么考试 什么考试 for 这个 为了 取得 公职的一个考试 公职就是public position 这样子写会比较完整 所以 every year many college graduates take 或者是seat for the exams for public positions 这个写法是比较完整的 上面 上面的public exam 不太清楚 所以没有那么好 打一个问号 好 OK 这是 第二题的 如果同学要写 说 有 那 你就要这样子 改写 变成 每一年 你要 dl r 有很多的 这个 大学 毕业生 grade 就 h 这个时候 不要忘掉 因为已经有动词 r了 所以后半段 你一定要用 who 他们 参加 take seat for 后面就全部照抄 这样才正确哦 不要疏忽掉了 你要用dl r 后面就一定要用 who 这样 用关带来修饰这些大学毕业生 好了 第二题 继续我们看第三题 我习惯于周末跟三两朋友去听音乐会 好 听音乐会你只是听众 只是观众 所以这要用attend 先把主词写出来 我 习惯于就是get use to use to 你也可以用 i am used to 我习惯于 这个use to 这个to 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要加 听音乐会 听音乐会 我们就用attending in a concert in a concert 家具 我们再来看片语 给他完成 跟谁去听 先把状况解出来 味噬 三两朋友 英文是 two or three friends 这个是英文 英文用 二三 中文用 三二 继续 再把片语写出来 周末 周末 所以这个 周末是 哪个周末 我们就要用复数 on week can 是 OK 连续三题 都来介绍 有关于参加 大家的用法 所以 容易造成困扰 要特别留意 实际参加的 用take part in 参加考试 用take seat for 旁观的 用attend